來 鏡頭好 放一下 手的鏡頭 沒辦法 沒辦法 好好好 夫人摔下手扶梯 一通的嗨嗨叫 兩隻腳在上面 頭卻在下面翻滾好幾圈 嚇得她狂念佛號 這名夫人慘摔 恐怕全身都擦錯傷 意識之間根本爬不起來 她跟先生搭高鐵回台南 拖著兩個行李箱 從手扶梯下樓 結果第一腳就踩空 摔下去 連續翻滾好幾圈 最後頭下腳上摔到栽蔥 才停下來 高鐵站內發生摔踢意外 老夫人疑似拿著行李 沒看清楚就踩空 人跟行李箱一起往下摔 嚇得大家當場尖叫 雖然有人幫忙 按下緊急停止鈕 卻也來不及 這麼大的會坐電梯 為什麼 怕誰找 拖運搭進行李箱 還是竟然會走電梯 高鐵站手扶梯又高又陡 更何況是推著大行李 視線全被擋光光 一個不穩就發生危險 提醒旅客還是搭電梯 才比較安全 記得來觀章夜站與臨之會 韓國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 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爭議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 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